嗨 我是泰咪 李诗朝鲜的第二季已经出来了 不知道你们看过了没 如果你连第一季都还没有看的话 记得赶快去打开第一季 然后再来看第二季 因为要连续看才会非常的爽快 那李诗朝鲜的时空背景 他是设定在16世纪末的朝鲜王朝 在日本人入侵朝鲜的数年后 第一季的内容就是 朱志勋饰演的王世子李仓 他一直想要见他卧病在床的父王 可是他一直被宫中的其他人阻碍 就是不让他去见他爸爸 所以他就认为说 宫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就决定要为服出宫 去找以前曾经治疗过他爸爸的医生 那在他的旅程中就发现了这个 瘟疫的秘密 裴斗娜他在剧中饰演的就是一个医女 在东来的持绿轩工作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裴斗娜的职业 医女 那朝鲜时期呢因为男女有别 所以呢很多妇女 他们是因为没有办法被男性医员 整治而死去的 所以呢在1406年的时候 也就是太宗的时期 经过那个寄生院的知识 他名字叫许道 他就是建议可以开启这个医女的制度 所以之后呢他们就 从关闭之中选出一些人来实施医女教育 那就教他们 把麦啦或者是针灸之类的医术 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当医女 那一开始他们的活动范围都只在首都汉阳一带 汉阳就是现在的首尔 那在1418年的时候呢 因为医女总共只有7个人 而且就我之前看到的资料啊 他说7个人是中只有5个人 是能力比较好的 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就建议说 欸我们可以再选一些医女 来就是帮助我们整治 就是妇女们这样 那那时候太宗也很同意 所以他们就又有选其他的医女出来 那在1423年的时候 也就是适宗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在朝鲜各道 选出10到15岁左右的官币 来送到寄生院 那时候选到寄生院之后呢 除了要教他们医术之外 还要教很多非常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的 比如说学一些读跟血啦 或者是学一些 比如说道德操守之类的部分 因为像官币 几乎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那学成之后呢 才会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居住地去当医女 这时候开始医女才在全国盛行 不过像医女他们是并没有固定的俸禄的 他们是依靠朝廷赐米为生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米 但是那也不是固定的赏赐 像适宗的时候曾经因为饥荒 所以还暂停了给医女的赐米 那等于他们就没有固定的收入啦 直到后来文宗的时候才固定开始给白米 那经国大典里面有说到 医女是三年选一次 每次会选150个人 那150个人之中呢 就是会选70名实力比较强的到内医院 那剩下的就是派到全国各地 那医女跟宫女是听起来好像会觉得一样 就是我们看韩剧的时候的感受 可是呢医女跟宫女其实是差很多的 像宫女他们属于是内命妇 她是王的女人 所以他们不可以随便结婚 如果说王看上你 然后灵性你的话 你比如说怀孕好了 你是有可能可以成为 嫔妃成为后宫的 可是医女是完全不一样的 医女的地位非常的低 她就算被王灵性也没有办法成为后宫 可是他们可以结婚 那只是因为医女他们的身份很低啊 所以结婚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有看到资料说 很多医女都是结婚了被抛弃啦 或者是就是在夫家被欺负 那有的医女因为就是结婚怀孕后 但是又被抛弃 所以只能自己抚养 没有爸爸的小孩 那像医女最好的归宿就是当两班家的妾 那如果是这样子 她的身份就可以从贱名变成良人 那如果她生下了小孩 小孩的身份也会变成良人 医女分为初学医 看病医跟内医女三种 那初学医要经过三年的时间 他们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除了医学的东西之外 还要学习其他基本的知识等等 那每年他们会依照你当年度的成绩 去决定你的去留 比如说你如果连续三个月 三个月的成绩都没有达标的话 你是会被降成查母 那如果你当查母还是不认真 没有认真读书的话 你就会被降为关闭 当你通过三年的初学医的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成为看病医 那这个时候就是顾名思义 你就可以开始看病 辅佐医员就对了 然后在医员身边看病 这样子你就会对病症更了解 那看病医就没有说几年会结束 因为你之后你就会慢慢学到各种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是牙科他特别擅长 他就会变成专门看牙医的医女 或者是比如说妇科的啦 或者是什么科什么科 如果你真的非常的优秀的话 你就会被派到内医院去当内医女 可是呢如果你到40岁 你都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专长的话 你就会变成关闭 你就会被降回关闭的身份 最后的内医女呢 就是从看病医之中选出来的 他只会从选出两位来当内医女 那当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拿到报酬 而且每一季都还会有俸禄 那在内医女之中呢 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人 他就会变成御医女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帮王看病的医女 像大肠金他就是中中时期的御医女 那大肠金那部韩剧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里面有一段是他被判定当 判定为逆党 然后他就被送到冀州岛当关闭 那后来他在冀州岛当关闭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学习医术 那之后就再次用医女的身份回到宫里这样 那到了燕山军的时候 燕山军是朝鲜非常著名的暴君 到燕山军的时期呢 医女要学习侍奉人 他们在宫中举行宴会的时候 比如说在官厅里举行 那他们就会被叫到那边去 要化妆 然后用寄生的身份去陪酒啦 就是陪他们玩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常常被叫成医妓 或者是药房寄生 就是非常不尊重他们的专业 那1510之后呢 中中他虽然下令禁止医女参加宴会 可是已经形成的陋习很难被改变 后来就是还是持续不断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医女这个职业是直到最后 西洋医师开始入宫之后呢 就渐渐的减少了 以上就是朝鲜医女的介绍 当你们听完这个影片 不知道有没有对裴斗娜的身份 感到更加的了解呢 当然看完这个影片也不要忘记 要打开以师朝鲜的第二季来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让我们赐原 点赞 ix 订阅 点赞